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比較少人用治療濕疹的方法 就是用漂白水來浸浴 拍這部影片之前,我有點猶疑 第一,我有點擔心,因為牽涉到稀釋漂白水 我怕有些人不懂混合,混合錯濃度 如果令皮膚問題沒有好轉或更差,我就非常不想見到 第二,我有點擔心,怕有些人自己的皮膚問題沒有醫生看過 當自己是濕疹暖的用,實際是幫不了病情 最後,我也是覺得很多人或小朋友都被濕疹困擾得很重要 如果這個方法有效的話,就算幫到一百個人裡面有一個 那都是一件好事 但我也想大家,要小心用這些方法之前 就一定要諮詢一下你的醫生意見,看看你適不適合 如果真的不肯定怎樣混合,不明白的話,就不要亂試 那就先問了醫生,好嗎? 我每次跟病人說浸漂白水對濕疹有用 他們通常都是燈大對眼看著我 覺得難以置信 不是騙大家的 其實用漂白水浸泡 這個方法已經在西方國家有幾百年歷史了 它原本是用來殺菌的,醫治皮膚的感染 殺菌又跟濕疹有什麼關係呢? 有關係的 很多人身上,包括濕疹的小朋友 都帶著細菌 這個菌就叫做staff aureus 金黃葡萄球菌 如果你發覺你或者你小朋友的濕疹 偶爾發起上來的時候 就會有些黃黃的,好像一塊塊的東西黏著在那裡 那就有機會真的有這隻菌在那裡了 但就算你皮膚完全沒事 也不是代表你沒有菌的 我就自己做一個實驗給大家看 大家就知道了 這個金黃葡萄球菌 最常見是住在我們的鼻孔裡面 我就自己做過實驗了 看看我有沒有帶著這些菌 就送去發炎所,驗一下有沒有菌 就算這些菌在我們皮膚上高 沒有感染到濕疹,沒有黃色的一塊塊在那裡 它在那裡就會令到濕疹容易翻發 它就會引發一些輕微的發炎反應 即是蠢蠢欲動 一有機會就感染 就算沒有感染 它也會令到濕疹更容易翻發 或者痕更多 有醫學證據證明 就定期用這些漂白水浸浴 是可以減低濕疹翻發的機會 或者減低病情程度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不喜歡抗生素 一說醫生說要開抗生素 大家就非常抗拒了 這條片就真的適合你了 因為漂白水是一個非常好的殺菌劑 好像沒有什麼抗生素也可以殺病毒 也沒有什麼殺病毒的藥也可以殺真菌 但大家知不知道漂白水有非常能耐 無論細菌、真菌或者病毒 全釘蓋 還有還有一件事 大家吃一下抗生素 是不是有抗藥性 大家最怕這件事 但是我未聽過漂白水有抗藥性 那些人會問 是不是很刺激的 適不適合小朋友用 其實我們用漂白水浸浴去醫濕疹 份量是非常低的 即是溝度很稀 差不多好像泳池水一樣 第一件事當然有漂白水 我們就用漂白水 它非常容易買得到 又不是貴 最好一件事 它就寫明濃度有多少 這隻是6.25%的 目標就是要溝入0.005%濃度的漂白水泥備用 以我們用這隻6.25%濃度的漂白水泥 所以這樣算 做法上 就是每1,000cc的水 每1,000毫升的水 就加0.7毫升的漂白水 0.7毫升的漂白水 當然 肉盆有很多種尺寸 如果大人用的話 肉缸也有很多尺寸 你知道香港的房子的奇蹟那麼多 真的不知道你的肉缸有多大 不過都是按照比例的 按照比例就可以了 那我這個盆 就當它是寶寶的肉盆 這個我大概放3,000毫升的水 然後放進去 大家記住 用暖暖的水就好 千萬不要用很熱的水 很熱的水就會減低效果 因為熱的話 會令皮膚流失水分 油脂的濕疹就更加差 我們現在有3,000cc的水 我剛才說 每1,000cc的水 就加0.7cc的漂白水 那就是3,000cc的話 0.7乘3 大概2.1 即2cc的漂白水 加下去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把漂白水 倒進漂白水的瓶蓋 可以抽大約2cc 就可以了 好,今天我們就用這個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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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象徵度太高 不知道要不需要打格 我怕Youtube瓶了 放嬰兒進去 大家試試水溫 放進去 這個比較小 應該浸到頸部最好 盡量不要浸過頭 危險,怕刺激 如果有嬰兒面上有濕疹 可以用沙巾沾沾水 渣乾少許 可以用嬰兒面珠的位置 減低細菌量 一般浸的時間大概十分 十五分鐘 因為菌不會浸一次就沒有了 所以一般做法上 都建議每個星期 兩次、三次 一定要稀釋漂白水 整好、溝稀 才可以帶嬰兒來浸浴 千萬不要浸浸一下 就這樣加漂白水 很危險 浸完之後 大家可以輕輕用毛巾 用軟的毛巾 慢慢印乾嬰兒的身體 記住要印乾 比較酸性 要恢復正常的酸鹹度 我們塗一層潤膚 酸鹹度 皮膚就會恢復得快一點 大家記住要用乾淨的匙羹 來不潤膚膏 如果你每次都用手沾進去 你的手有細菌 塗在嬰兒身上 就是前功盡廢 細菌又走回皮膚 好 有報告了 看看 真的有 喂 這些漂白水呢